大家好,欢迎来到T先生的菜地和蘑菇房 在23年8月8号的这期视频里 我介绍了我送出去的几十颗枣树苗子 不是被弄死了,就是勉强地活着 没有尽一颗枣树应有的功用,就是接枣子 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它们 在这期视频里我还重点地谈成功种植树树的必要条件 但是我当时没有提供实际的例子 可能大家印象不深 今天我想给大家展示几颗不接枣子的枣树都是什么样子的 同时也对比介绍接枣子的枣树应该长什么样 这样大家可以和自己的枣树比一比 看看你家的枣树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你的枣树也正好是不怎么结果子 或者像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枣树一样 完全不结果子 你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状况呢 所以今天的主题有两个内容 第一,不结枣树的枣树都长什么样 第二,如何使不结枣树的枣树重新结枣树 下面来看第一例 光照严重不足 但突然营养还不错 这里有两棵枣树 完全是在树荫底下 这枣树已经有五六年了 没有怎么长吧 虽然有点高 但却没有发什么混向的枝条 树的整体是纤细瘦弱 不茁壮 这两个枣树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四点钟 都是在这个大大的树荫底下 只有四点钟以后 才从西边照进了一点点阳光 到这枣树上面 这是今年发的一个新骚 也是因为缺少阳光 而表现为土长 上面也没有果子 这个枝子是在努力地向外生长 试图脱离头顶上笼罩的树荫 得到多一点的阳光 因此它上面才接了三五个枣树子 总而言之 这个枣树具有典型的光照缺乏特征 从生长适来讲 它纤细瘦弱 高而不壮 少有车枝 结尖较长 总结果这来讲 它开花量少 所开的花大部分都会败育 而不能做果 最后那几个果子 是否能成熟 还是未知数 比较一下 看看我这颗五年生的枣树吧 看看我这颗五年生的枣树 首先它长得已经很高了 这个有三米来高 高度上有三米 而且每一年 它的生长速度都很快 甚至我还不得不 限制它的生长速度 通过修剪 第二就是所有的枝条都比较茁壮 不是那种纤细的枝条 第三 刚刚我这个枣树 它有很好的分枝车枝 而且分层次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车枝 像这 还有对面 这都是第一个层次的车枝 然后这是主干 到了上面还有不同层次的车枝 像这个层面的 这 所以车枝很丰富 我们需要它车枝很丰富 这样子这个树 才是很好的一个形态 是像是这种向外扩展的 这么一个形态 那第三呢 很显然就是挂果粮 你看这上面都挂满了果子 所以这是一棵 所以说是健康生长的果树 阳光好 图案好 肥料够 长出来的枝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再看两个例子 光线充足 但严重的营养缺乏 这个枝树已经有三年了 生长势头很不好 叶片发黄 上面结了一个枣子 还有一朵花 这个图案环境不好 是严重的缺肥 这个枣树五年了 它的环境还不错 周围没有什么明显遮挡阳光的东西 但是这个枣树一直没有长大 近距离看 上面一个枣子都没有 据说去年结了两个枣子 但是能看出来 它今年是发了新烧的 你看从这里到这里 是前面四年的生长量 四年才长了大约0.8米 今年可能是 试过肥之后 一下子长高了许多 高了将近一倍 而且还发生了好几个车子 这充分证明图案环境 肥力对枣树生长的影响 它这个枣树虽然是种在草坪上的 但应该不是问题 对比一下我这棵种在前院草坪上的枣树 还有这棵种在后院草坪上的枣树 都长得很好 所以根本问题是这个地方 天然就是凸显石头地 图案环境极差 这是一棵一年生的枣树 去年加阶层活 今年春天移栽 从移栽到现在三个多月时间 我们来看它的生长量 还有发车子的能力 这个是去年加阶层活的地方 加阶口 我们还能看见去年结穗的这个位置 结穗 加阶层活之后 去年的生长量大概是半尺左右 今年春天移栽之后 这左右长出了两个车子 这个生长量大概是一尺来多 一尺高左右 那现在是初夏 又发生了好几个新的车子 我们看这种嫩绿色的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后面还有一个 这五个 可见我们看 在阳光充足 图案肥厉好的情况下 不管是发车子的能力 还是生长速度 都是非常理想的 我希望这个枣树到今年底 应该长到一米多高 那么这些枣树还能接枣子吗 当然 它们接枣子的潜意还在 它们的遗传特点并没有改变 这些其实都是我给出的苗子 和我的枣树是同一个品种 只是它们的生存条件太差 没有给它们提供接枣子的环境 所以为了让这些枣树 再接枣子 我们还是要考虑成功种植枣树的 必要条件 就这三条 普尔 光照 和地势 缺什么 就补什么 或者改善什么 我这里给出两套解决方案 方案一 是就地改善环境 对于有树荫的 如果不能把整颗树都干掉的话 就大幅修减枣树上方的树枝 只枣树至少有50%的光照 再复制一环戈 这样会显著提高开花作果 若能将光照增加到70%以上 那就理想了 这棵枣树早期已是部分在树荫底下 我建议主人把旁边的一棵树 做了大幅度修减 后来再加上黄歌 就能正常接枣子了 可惜 对于这两棵枣树 就不太可能就地解决他们的树荫了 因为这些树又高又大 而且树是领居家里的 那对于这两棵枣树 就只有用第二套方案了 一会儿我再讲 对于图案环境不好的 可以采取抽槽换土 但这个操作必须要在冬天 果树休眠期进行 否则的话 容易伤害树根 搞不好会把树弄死 我今年冬天会以我的离树为例 做视频详细介绍抽槽换土 这里简单说一下 抽槽换土就是把树周围的 劣质图案换成良好的图案 也改善图案结构 和增加图案费力 方案二 能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 不管是树荫还是图案环境 那就是重新移树 很多时候在当初栽找树的时候 我们要么缺乏认识 要么是条件限制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一开始就把枣树定制在不适当的位置了 那要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移栽 对于图案环境上好 但光照不足的情况 最简单 就是把枣树挖起来 重新移栽到一个光照充足的位置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后院虽然浓阴蔽日 难得有一处阳光普照的位置 但在浅院往往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 你也许会担心 枣树栽在浅院 是否会有瓜田里下的情形 大客不必 看看这一地的红枣 你就明白了 他们习惯从超市买来吃 却没有从树上摘果子吃的习惯 对于图案环境不好的 又还想要种枣树 就比较麻烦一点 你要么可以用盆栽 但至少要用20家人以上的盆 这样虽然结果不多 但总比没有得强 你要么就要花大功夫 挖一个大坑 换上好土 看看我为这个枣树所挖的坑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 朋友知道我院子里的土 不适合栽种任何果树 全是不能用的石土和种粘土 所以必须挖坑换土 这个坑最后完成的是 2.2米的纸巾 1米的深度 即使是这么大的坑 这也只是相当于一个大的盆栽 几年以后 还是得抽槽换土 当然这是后话 最后聊一下 以栽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 千万不要一看到这个视频 马上就动手 不要再生长季节移栽 生长季节移栽会伤根 甚至有把树整死的危险 最好是等到春天 在枣树萌芽之前移栽 第二 借移栽的机会 把枣树短节一下 短节能提高移栽的成活率 更是能帮助培育良好的树形 对此大家可以常看我2022年3月2号的这期视频 右脸枣树 两剪刀培育树形 和同年5月11号的视频 看短节修剪后的效果和进一步的右树整形 链接键屏幕右上方 好了 今天给大家展示了 枣树不接枣树的两种典型案例 希望你家里的枣树都是 锁果满字头 宣枣吃不完 红枣囤积联的情形 有情提示 红枣吃多了 会上火的哟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